作者张军 第282集 清王撤差 那书皆尚回 前文书呢 咱们说到曾国藩呢 看到经报上登载的名誉 位高权重的公亲王一新 被隔去一切差事 不准干预公事 此时天气已是晚春 而曾国藩 却觉得很冷 叫旌旗给找来一件棉挂穿上 才觉得稍微暖和 曾国藩深深知道 在他创办乡军到现在的十余年间 公亲王一直是他在朝廷中 最大的支柱 当然还有速顺的大力支持 先锋在热和行宫归天之后 聪明机智的慈禧 与公亲王疏扫联手 发动政变 一举处决了速顺 才有了两宫太后垂帘听政 公亲王位居义政王 主持朝政和办理洋务 甚至平定长矛 必须依靠曾国藩的乡军 让他截至四省兵力 成为三藩之后 军权最大的第一个汉人 可是后来慈禧与公王意见分歧 使得朝中有时之事担忧 曾国藩更是忐忑不安 曾国藩明白 湘军攻克金陵后的一切 三个御史的仓盒 很可能都是西太后在幕后操纵 如果说是西太后害怕公王 利用湘军谋取儿子的江山 那还好理解 但现在湘军已经大量裁撤 西太后还害怕什么呢 也许是看到长矛已经平定 北方的碾军由森格林庆能对付 要搬开这个阻碍他和儿子 行使君王权力的最大障碍 不管怎么说 在曾国藩心里 公王被罢黜 是他最害怕的打击 洋人还在虎视眈眈 碾乱还没有平定 西太后就将公王打下去 这手段实在是太可怕 曾国藩不由得想起 历史上的吕志和武则天 莫非大清也要女主临朝 公王已经被他开刀 接下来大概会轮到自己兄弟了 想到这里 曾国藩觉得周身发冷 仿佛正在坠入冰窖 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 时日早间月经报 见三月初八日 阁宫庆王差事御址 独知寒心 坠立之志 今日冲冲 如不自克 赵列文也为此深深不安 他在日记中写道 一心不仅是洋务运动的支持者 与曾国藩李鸿章的政见 比较一致 是湘军和淮军的实际靠山 这场由蔡寿齐发难的一场小政变 蔡寿齐的奏稿不但直指公卿王 此语中还涉及到曾国藩 劳重光 骆炳章和刘荣等人 大有全盘否定 曾国藩的湘军系统之势 怪不得曾国藩忧心如焚 想要退让避祸 第二天大早 曾国藩就把曾继泽叫进内室 向他谈了对时局的分析 叫儿子准备回荷叶堂去 同时给在老家的酒地写信 告诫他在家安心养病读书 千万不要涉及湖南官场的任何事情 再给四弟写信 要他事事谨慎 万万不能招惹是非 至于自己 他打算上奏请求开缺 远离官场 遗养天年 他越想越不安 身边没有一个大将能出主意 盲派亲兵去玉溪口 请彭玉玲过来 再说彭玉玲请假回到渣江后 妻子邹氏已经去世 他呢 每天带着儿子永昭读书 继续为母亲守炉 不几天到母亲和小姑墓前去看望 大功告成 他不恋富贵 将两万两养莲银 放在梁台分文不要 并奏请开缺 他打算在故居修建房屋 以取名退醒安 因一时来不及 先在斗笠岭下搭建了一座茅屋 每日教子读书画梅花 一半小姑的怨魂 但朝廷不许啊 让他担任曹运总督 他上表坚持不受 皇上只得依从 仍保留兵部侍郎职务 赏价两月养兵 待假期满后 再统领长江水师 两个月过去 彭玉林只得又回到水师大营 曾国藩的书信用词隐晦 只说关系到水师与国家前途 彭玉林于是迅速来到江宁 彭玉林的到来 让曾国藩十分高兴 考虑到他旅途劳顿 不谈水师的事情 请他下棋品名 并从江宁城名门望族 借来不少丹青妙手的真迹 与他共同鉴赏 正好借得道光年间 明家戴西的云兰翠烟图和易松图 画图中清幽的意境 很合彭玉林的心境 他诚信辉豪 做了一幅南越铁干煤 送给曾国藩 薛琴啊 你画的煤花铁干求之 花朵繁密 气势逼人 怪不得大家都说 你画的煤花是兵家煤花呀 曾国藩呢 欣然含笑收下 彭玉林也笑 敌仗一向不收礼 今日收下玉林的南越铁干煤 也算破例了 见彭玉林心情开朗 曾国藩先将长江水师 走私食言的事情告诉了他 彭玉林极恶如仇 听了双眉直述 声言呢 非要查明严惩不待 他鄙视那些贪婪的将官 才在攻克金陵之后 毅然辞职告退 但这毕竟关系到自己亲手创建的 长江水师和国家安危 他不能置身事外 沉吟半赏 他突然说 敌仗 我想到镇江江江山寺去一趟 呵呵 好啊 难得薛琴有游山玩水的兴致 我奉陪 曾国藩明白 彭玉林一向刚强正直 事关重大 看来啊 他对自己身边的幕僚们信不过 才要借游江山的机会 谈水师的事情 不满敌仗 玉林从军前 因妻子邹氏不闲而分居 此次回到渣江后 妻子已经去世 属下励志不再娶 就带着儿子读书 完成为梅姑 画眉万福的夙愿 梅姑生前对我说过 她和我外婆舅舅 坐船经过镇江 长江抖起风浪 眼看就要轻浮 外婆吓得哭了 舅舅也没有主意 梅姑对着娇山寺跪下祈祷 求菩萨保佑风平浪静 将来为菩萨重塑金身 说来也怪 三遍之后果然风平浪静 外婆连声念叨 菩萨有灵 梅姑说 她生前未能还愿 才招致厄运 要我带她还了这个院 可因军务繁忙 属下多次经过镇江 却一直没能替她还愿 想来惭愧 如今 我奉第一章召唤 来到江岭 替她还了这个院 也让她 久全安息 薛琴啊 我陪你去 对彭玉林 峡谷柔情 却夫妻反目 分居的家务事 曾国藩一直接叹 却无能为力 她看着彭玉林 一脸凝重 而略带凄凉的面色 心里百感交织 忽然想到了自己 已经病死的妾室陈春艳 却不便再说出来 3月27日 曾国藩和彭玉林 乘坐一条牧船 夜泊瓜州 欣赏瓜州古渡夜景 曾国藩情不自禁 想起与瓜州有关的诗词 薛琴 王金公春风又绿江南岸 可谓深来之笔 新嫁宣 天下英雄谁敌手 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也属上成 敌仗早年 便以诗文文明经诗 今夜 博传瓜州 大概 有了一首佳作 哼 薛琴 你也知道 晋陵克服后 朝廷对我乡军 极为忌惮 我只得将陆军 裁撤十之八九 竭力保存水势 每日为倩响 焦头烂额 哪里还有心情写诗啊 彭玉林知道 他说的是实话 由衷敬佩他 财彻集资营的决心 诚恳地说 敌仗大公无私 天下共知 玉林 遂财书学浅 愿 结成效力 曾国藩握着他的手 激动地半赏 说不出话来 然后 两人走进船舱 曾国藩 才低声说出 从经报看到 宫经王 被蔡寿齐弹劾 隔去差事的事情 说着说着 情不自禁 唏嘘起来 彭玉林一听 当即义愤填膺 敌仗 当今朝局 太后能垂帘听证 全靠贤明的公王 公中体国 上下一心 华一亲服 才有今日中兴气象 他蔡寿齐什么东西 竟敢丧心病狂 陷害忠良 窝人一向侃侃而言 想不到 竟然也附和取好 中外皆知 义政王 是当今的周公少公 蔡寿齐 是朝中奸宁 我彭玉林 这就上奏 为贤王求得公道 哎 雪芹 稍安勿躁 现在 士体不明 你我身为外臣 不能干预朝政 听闻各国公使 也要朝廷 给一个合理的解释 还是等京师 有新的动静 再做道理吧 彭玉林 溃然一叹 地帐 当初玉林跟您 有约不要官 正是奋于朝廷不公 如今长毛虽平 念军又起 太后便纵容小人陷害忠良 国家堪忧啊 朝廷如果不让贤王主持朝政 玉林 我还管什么水事 干脆顿计山林 不问世事 雪芹 你千万不要这样想 曾国藩赶紧劝勉他 今日没有外人 老夫对你所说 皆是肺腑之言 当今太后之权变决断 古今罕有 县皇驾崩 他与公王联手 迅速铲除速顺一挡 继续忠用乡军 平定长矛 可知他见识高远 锦内有外患 他应会以江山设计为重 不致霸出贤明的公王 老夫说一句大不敬的话 厌制他不是忌惮公王 威望太高 唯恐对自己与皇上不利 借此敲打公王 让他死心塌地的效忠 你我身为大清臣子 不论朝局怎样 还得尽心尽力 办好该办的事情 这其实是曾国藩 对太后敲打自己兄弟的领悟 心里仿佛刀割一般 隐隐作痛 彭玉林是个耿直的汉子 听了这些话 才彻底明白了曾国藩 将乡军陆师 裁撤十之八九 却保留水师的苦心 这一点正是自己做不到的 他性情豪爽 吐出心中快蕾 又笑着说 玉林疏狂 请低障莫怪 其他事情 我还是去郊山寺还愿再说 血亲英雄本色 老夫喜欢不尽 岂会见怪 说服了彭玉林 曾国藩也笑了 感谢您收听 曾国藩传 本集播讲完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